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鼎盛职业的房产生活频道 在这里我们专注分享澳洲第三大城市 布里斯班的房产和生活 哈喽大家好我是亚乌 我是黑蒂 我们之前去年吧 好像最后一期跟大家聊聊在澳洲卖房的费用 那今天也就给大家了一个 很短的科普的讲讲在澳洲买房的花费 那我相信可能很多拿到PR 或者说已经在这边居住的人 他这边买房的费用 本地买房应该是挺清楚的 所以我们这期视频主要就讲 针对海外人士他的一个政策 海外买房的话 他的费用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 就很简单 首先就是准备好一个 看房的时候需要准备一个2000块钱定金 这个主要是确保你喜欢的房子能够被定下来 所以说开始就准备这2000块钱 这2000块钱是可以打在房价里面的 不是额外收的 它是个2000的定金 我之前有碰到客户不肯交定金 在那边看房子 看久了之后房子被别人买走了 然后就很难过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所以说还是能交还是要交 这个定金是可以退的 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交了定金不买 是不是这钱就拿不到了 定金是可以退的 买房的话就打进房款里面 不买房的话就退给你 我们这种在澳洲中介都不是贪图 这2000块钱 这没有啥意思 OK开完房之后 你真的开始要买了 你需要准备什么 你需要准备10%的首付款 自己准备好 但不是说你签完合同就马上要付 签完合同之后通常两周之内要付10% 有些呢 你跟开发商可以商量一下 可以是比方说21天三周 尽量不要拖特别久 尽量不要拖特别久 除了要准备这10% 你还需要准备什么呢 你还需要准备一个律师费 律师费的话 通常来说合同1000的话 你需要准备550块钱的律师费 OK 可能有便宜的 可能有贵的 但是通常来说市场均价 就差不多550块钱 律师费之外的话海外人士买房呢 通常还需要准备一个FIRB FIRB 就是海外人士申请申请费 它叫海外投资委员会的一个费用 这个费用呢 收的其实也就是说政府想额外收一笔钱啊 增加一下税收 就是回事 就是你是一个外国人 你要在这边买房 你就必须交这个钱 这个钱还年年再涨啊 能早买的就虽然它涨的不多 那能早买的还是这样早买 我记得从最早什么5500块钱 然后涨到5600 5700 今年是多少就不太清楚了 说实话说实话这个大5000 肯定是接近6000啊 可能是5700 5800了 那么有没有上6000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这最近一段时间接待 那本地客户都接待比较多一点 边境关闭 对边境关闭海外海外单子也做的比较少 有一些开发商呢 他会帮你去包这个FIRB 不是每个开发商都会 那有些开发商呢 他会帮你把这个FIRB 就海外申请这5000多块钱给付了 那个时候呢 你买房就没有这钱了 就是最初 对最初的费用就差不多 我刚才说的四笔 其中那2000块钱呢 是可以算到10%里面去的 首付款里面去可以算也去的 所以总的支出一共就三笔 一笔是律师费 最小的律师费 中间的一笔呢 就是FIRB 就海外人是审查费 这5000多块钱 还有一笔呢 就是房价的10% 有些开发商啊 不是每个开发商 有些开发商为了防止交房的时候产生意外 他可能会收20% 这个不一定不是每个开发商 我见过这种情况呢 有但不多啊 大家注意一下啊 剩下话呢 就等交房了 交房之后呢 做贷款就另外一回事了 海外人士呢 可以做贷款啊 利率可能会稍微高一点啊 有没有低利率的呢 也是有啊 且这个低利率的方式呢 就后台后台咨询啊 后台咨询啊 正常的话呢 利率会比本地人稍微高一点 那贷款的话额度呢 可能会稍微少一点 可能贷的话 本地人比方说贷个80% 可能外国人的话 可能就贷个6-70%啊 这个都比较常见 好 除了贷款部分呢 剩下你就要自己准备了 就尾款了 尾款的话你就自己准备啊 你如果贷的多呢 你尾款就准备的少 如果总之就是贷款加首付加尾款 就是整个房子的总价 好吧 可能还有一点杂费 那个杂费是什么东西呢 那个杂费就是那个什么事 对过呼费啊 就这个另外算了 那杂费我说的就是 第一次分摊的土地税 还有第一期的物业管理费 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 雪电维账单 就你和开发商平摊的那一次 这个杂费 大家如果听得比较模糊 就到时候买真的买房的时候 律师讲解的时候 他会跟你讲的 好吧 你可能现在不是很理解 为什么这里面有个杂费 总之你就记住 会有个乱七八糟的费用 大概差不多是2000块钱奥币左右 有乱七八糟的费用 就是主要是你和开发商在交接的时候 由于水电煤账单 还有物业管理费账单 是一次性先期支付的 所以说比方说他在一个季度的中间进行交割 那么交割之前是算开发商的 交割之后是算你的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要开始出来分账 那那个杂费就是分账产生的 好吧 大家理解这个分账的杂费之后 还有一个大头就是印花税 印花税的话 接近于房价的10% 外国人买的话 接近于房价10% 千万不要说 印花税很贵 毕竟不是在国内买房 但是好处是一次性费用 目前澳洲没有产生持续性的税费 这个是好的 我知道美国买来房子房子是年年要交税的 还有房产税 澳洲是没有房产税的 也没有什么遗产税 乱七八糟的种税 就是基本上就是房款加印花税 就一次性这房子就归你了 之后就是正常的运营费用 什么物业管理费 水电煤涨单这种 那这个就是运营费用 就税费的话就不再产生了 好吧 差不多买房就会这样吧 反正就比较简单 刚主要应该还讲 针对公寓跟连排的情况 土地别墅也差不多吧 就是少一个物业管理费 税费的话 税费的话基本上都一样 就是之后的除了10%之外 剩余的款项 它是分阶段支付的 对建房的话是分阶段 分阶段支付 如果是已经建好了房子 直接买 那就是其实是一样的 对 但大部分来说如果你是建房别墅建房的话 就是它收费不是说交钥匙那一次才收费的 它是中间打地基问你收一次钱 然后做框架问你收一次钱 然后做内装收一次钱 反正就分好几个阶段 差不多就是这样 总的来说 就是说基本上你要拿到房子之前 你的钱总得准备好 不可能说真的临门一脚的时候 最后一个礼拜了 我去我才去筹钱 股票涨了卖掉 对千万不要说我的房 我的房款在股票里面 什么在理财产品里面 你再等我两个月 这就很麻烦了 你知道吧 这严肃点的话可以放到违约 对吧 然后大家好说话一点的 多多少少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律师费 什么的 能早点准备好钱的 就不要再去买什么理财产品了 这个东西 大家算好吧 就算好自己房子什么时候要交 然后提早稍微提早一点时间 准备好一点钱 一般从交定金到最后成交是多少时间 到最后交割 从交定金 交10% 从交10%到后面交割 看你在房子什么阶段去买 有些时候的人是在快造好的时候去买 那就那个 通常来说 如果你房子的地基还没有起来 公寓的话 通常来说是两年 公寓的话通常两年 小型公寓的话一年 大型的项目可能两年到三年都有 都有 别墅的话差不多一年 给自己留好时间 差不多一年左右就可以了 有些观众可能要说澳洲买房很坑 或什么样的 那我不是说一定要强逼着别人去买了 所以在澳洲买房都是有它一定原因的 全世界房子其实都可以买 包括中国的房子也可以买 大家就不要再吐槽我们顶身亚太 毕竟我们是一家澳洲的房地产公司 卖澳洲房子是我们的职责 至于说您觉得这个房子需不需要买呢 就您自己做判断了 就不要再伤 不要再触动我们海底的神经了 OK 那我们这期科普就到这里了 关于在澳洲买房的花费 大家还有任何问题 记得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关注我们 多帮我们传阅一下 那我们就继续到这里了 拜拜 好拜拜 最后请大家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因为我们的频道 不仅有布里斯班房市的优质内容 还有布里斯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相信你一定可以看到一个 有血有肉的布里斯班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